25. 工商時報 曾明中,對六股保險衝擊有限銀行、收險 證券只佔833億 投訊基金約1131億 2015年7月9日下股年環包 A3彭晶零六股年日下挫,拖累台股跌破9000大關 金管會火速啟動六股保險額調查 金管會主委曾明中作8日表示,金融業投資六股僅約新台幣833億元 且今年已實現253億元獲利 另外,券商接受客戶服委託投資有21億元 境內外基金投資六股有1131億元 合計六股保險金額約2000億元 約分業來看 銀行業投資六股新台幣28億元 今年已實現13億元獲利 且到8日為止評價依舊試證數 受險業投資六股金額最多 有新台幣800億元 但曾領終強調,這項投資佔受險17兆資產 不到0.5% 且今年以來受險業已從六股實現237億元 目前也還沒看見重大未實現虧損 投信基金1131億 最大中至於勸商只有部分只投資六股五億元 今年已實現3億元獲利 目前相對投資金額較大的市民眾透過境內外基金 ETF等投資六股相關金額達1131億元 但因為市民眾的投資獲利及損失 金管會表示無法估算 至於銀行售訊及直接投資大陸的總保險額 曾領終說,首季銀行大陸保險約佔正值0.67倍 近期已降至0.63倍 有逐步往下趨勢 且大陸受信風險等 金管會去年就開始預做準備 要求各銀行更審慎涉態 且增提準備金 目前也沒有看見大陸與方攀升的情況 六、台股直接連動不大則名中表示 六股與台股直接連動性不大 上週六股下跌時,台股環有上漲 但因為六股這波跌得比較久、比較深 引發外界聯想可能影響大陸經濟 壓股財跟著下跌 金管會首波時要用數據向投資人強調 金融業對六股保險額不大 例如銀行只投資28億元 佔53兆資產比重微負其微 保險業需投資六股較多 但佔期資產也不到0.5% 代表六股下跌對金融業獲利及正值影響 並不會太大 對於外界表示六股對台股衝擊 可能比希臘問題更大 曾領忠表示,這個說法並不正確 目前並未看見金融業投資六股有明顯 大幅的損失 同時大陸投資台股並不多 也不存在資金設出台股的問題 嗨 說法並未看見傳出台股 幾百里的損失 如今